今天很感謝各位來 講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就是我們清末 九部曲裏面第三部曲 由變戰爭一 變戰爭二 今天就是講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為何這麼重要 因為太平天國就算是現今 可以有時事 今天去北京 去天安門廣場 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 仍然有幫人摘著頭巾長頭髮 他們就是太平天國起義 在建國初期 仍然可以說是國家 對太平天國是褒羊的 但是在近期來 再做多些學術研究 慢慢繼續講 發覺他們有很多失靜 而太平天國你可以想像一下 他這個農民起義有多得人驚 他是全人類歷史裏面 一場戰爭死亡人數最多 一場戰爭 多於第二次即是大戰 是的 如果有這個統計 因為當時很亂 但統計死了7千萬人 7千萬人是什麽概念 十個香港 即是所有香港人死完十次 死十次 是 或者是復旦大學的葛劍雄教授 做過統計 那時中國人口由4億3千萬 死至3億2千萬 死四分之一 死四分之一有什麽概念 即是等於現在中國要死三億多人 所謂號稱太平天國 其實根本是一個戰爭地獄 再加上太平天國的人是曾國凡 他也是故事來說最重要的 曾國凡和他策略的商君 是可以直接解釋到整個中國歷史 去到1949年 太平天國的掘墓人曾國凡和他的商君 他商君的組織 你可以絕對解釋到為何中國後面的帳書 這麽慘 和差不多可以直接解釋到為何蔣介石最好 而是亡了大陸 而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局的始創者 毛澤東的出生地和曾國凡的出生地 是相差70公里的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太平天國 和他接著打贏他們的商君 的清君是十多深遠地影響我們國家 我們現在開始講 要講一講經濟環境 因為太平天國的起義是1851年 5051年 首先要講的就是 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完結之後 南京條約的後果 除了各樣香港之外 就是五口通商 廣州本來通了 廈門、福建、寧波和上海 五口通商發生了甚麼事呢 就是以前 上次也講過 江南 譬如想運一些絲 你不可以由上海出 你要去廣州 茶葉 你由福建整 福建整 你又不可以下門出 你要去廣州 所以當時是一個很大的孤雷文化 Logistic Logistic 或者很多人是 仰出去做這件事 就是運東西 從那裡運到那裡 那些全部都是有器有力的 年輕男人 那你由五口通商之後發生了甚麼事 沒有工作 就沒有工作 而大部分那些運輸 很大量 很大量 都是所有東西都去廣州 而你運東西 那些人 就算在後期的義和團 全部都是黑社會 所以你說歌露會 歌露會就是在四川的河運 真的是歌露會 是歌露會 歌露會就是天地會 歌露會 百年教和現在的三合會 全部都是同出一系 而這班人以反稱為使命 所以五口通商 使用成嚴重的經濟壓力 失業問題 尤其是那些有器有力的 年輕人的失業問題 接著就是因為通商 所以洋貨就大量湧入 你在曼徹斯特製造的報 當然比你南間女職的報 你就形成了 自己的公司 再加上就是 上次說大量的銀流出 因為你鴉片 以及因為你南美打的內戰 所以就造成銀貴 當你銀貴的時候 所有貧富大眾的老百姓 譬如你買的菜 買的米 就是銅錢的 下面有銅錢 銅錢要換銀 銀才交稅 如果你的 supply of 銀跌 supply of 銀跌 supply of 銀跌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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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銀跌 也等於加稅 也等於加稅 還有就是人口問題 剛才一開始說 到1850年 中國人口達到4億3千萬 我想問 那個膨脹原因是甚麼 就是我第一次 編輯當時就說過 1700至1800 就是粟米和番薯 粟米和番薯 本來中國的人口 1800年來 不過一億 去到一億就回來 但是 由1700至1800 從一億跳到三億 然後在1800年至1850年 再跳到四億 最主要就是 你那個 粟米和番薯 在一些本來 不能種植的東西 種植的 粟米和番薯 是美洲運過來的 所以 運過來之後 你就可以在那些位置 做粟米 那些人也不用死 你明白嗎 所以人口未膨脹 再加上另一件事 就是多謝雍正 雍正之前 其實中國很有趣 大部分人 中國一直有類似的一孩政策 類似的一孩政策 是什麼呢 就是人頭稅 所以 你越生得多 你的稅就越重 這個就是人頭稅 而這個 攤釘入戶之後 就變成了 以你的田產稅 versus 人頭稅 所以也是解釋到 為什麼這個 人口膨脹的原因 是的 我想說一個 Irony 就是 現在全世界去 嘗試去解決 一些經濟問題 就想刺激這個 inflation 刺激 你一讀中國歷史 inflation 就是一個 這個 就是 剛剛調轉 基本上 那麼多年的 皇帝塌 都是十次有抖擔 跟inflation有關 對 就要inflation和人口有關 是 你人口 即是你搭地鐵 你多人 你都猛 你都猛 你都猛些 猛些了 飯都吃少了 奶粉也是這麼多罐 如果很多 可能當時環境來說 人口的比例太高 太高 太高 沒錯 這個就是 所以經濟壓力 尤其是南中國經濟壓力 就很大 任何這個 林則徐說過 他就說 廣東 我們這些廣東人 這個是中國 那時候中國是一塊餅 現在是這麼多 我們沒有了很多地方 廣東人 亡命之徒 任何人 即是說去發財 廣東省的農民 就會放下坐頭 就跟著了 這個就是政治經濟的背景 南中國 即是本身來說 都是難manager 好難manager 是的 現在跟著就說 就是這個 我們的主人用 就是洪秀泉 洪秀泉 洪秀泉是甚麼人 就是廣州 現在花都圓 即是花都圓 即是機場那裏 那裏的客家人 那裏的客家人 基本上客家人 去到廣州的地方 是很窮的 因為你去到就沒有地比利 所以他家裡的文化水準已經低了 你大約怎麼知道 他跟著後面 太平天國搞亂當 他兩個哥哥 紅人發 即發達 你知道 即他爸爸識字 你多少 他有兩個哥哥 一個姐姐 他就算是聰明 即是他幾歲大的時候 考的那些同事 就高中 所以全家族 就很看得起他 就是他讀書 讀書 讀書 十幾歲考第一次科舉 他自己的院 永遠考過 但廣州市很難考 因為廣州市人口多 質素高 所以他甚至失敗了一次 可想而知 例如汪精衛讀書就很厲害了 汪精衛讀書就很厲害了 汪精衛想到他在廣州市售署考第一 書 文才好 是孫中山的遺囑 他寫的 就是這個 甲美常明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 是很諷刺的 考完一次失敗 考完第二次又失敗 考完第三次再失敗 再失敗 紅壽串就貼了一條馬巾 貼了一條馬巾 腳遠走都走不到 兩個傢伙抬他回去 抬他回去 二十多天 朦朧地發燒瘋狂狀態之中 自己藍藍治愈 整村的人就怕他會出來斬人 父母就找他哥哥困住了他 他在瘋狂之前的狀態 他就說 我對不起我父母 令到我們家裡不能出人頭地 我的命都不會長 壓力太大 他太大的時候他就發夢 發夢又是見到一個老的男人 長狐騷的 扳石鴨刺著劍 就說我就是上帝 我要個 我這兒 asking 他叫耶稣 你就是我的小兒子 而現在 監令當道 臆怪當道 他 instrumental 給了一把劍 他便能 foram滅毀 臆臆就是清妖 それで斬幟 清朝滿洲人亂我們中華 那一段時間他醒了 醒了他也沒甚麼來 繼續讀書 他也有教書 然後他再考第四次 當然也不行 回家 遠房親戚 他的書裡找到一本書叫《勸世良言》 《勸世良言》是甚麼書呢 當時你也知道廣州市 是華洋雜柱 有很多外國傳教士 有一個叫《梁法》的人 幫他印 一百五幾年 一百五幾年 很多人已經在 尤其是四二年後 尤其是一百四二年後 南京條約之後 和中法那條約可以傳教 所以英國人也可以 美國人也可以 因為傳教 這個叫《梁法》的人 是幫他們印刷子 和印《聖經》 看完之後他自己也信了 所以他寫了一本書叫《勸世良言》 基本上是有中國化的 講基督教的小賊子 洪秀傳在第二次科舉的時候 人家在廣州派了給他 他立了一立就扔在一旁 他的《遠房七色》 拿出來給他看的時候 他發覺 和我的夢一模一樣 尤其是 因為他的《雄獸》傳統 叫《雄火獸》 上帝即是《雄火獸》 本來是《雄火獸》 即是《雄火獸》 和《雄火獸》 所以大家都有個《火》字 而且你知道 《雄火獸》就是《雄水》 我姓雄 所以你知道 《雄火獸》其實是有點疏 因為任何人看書 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是關自己的 但是他就 拿走 然後他就有個遠房親戚 叫馮雲山 馮雲山也考不到什麼功名 但是文化水準高一點 就說 喂 你這件事 不如你上帝 我相信你 人家說馮雲山 是他的看上大師 就看到 洪秀傳 就是這個 貴不可言 所以我們開始要寫幾個名字 接著就 即是有一次古代人起義 永遠到石頭上 沒有一個石頭 沒有一個石頭 有自己的名字 或者刮刮刮到自己的名字 接著有一個叫做熊仁坤 不是熊仁乾 熊仁坤 又是熊仁坤 是他的名字 不是馮仁坤 是熊仁坤 然後熊仁坤 熊仁坤 不是他叫熊仁坤 他就是熊仁坤 他叫熊仁坤 他叫熊仁坤 熊仁坤 之後就改成熊仁坤 所以就 熊仁坤 就是熊仁坤 就是這裡 慢慢填 他們就開始 走到廟裡 把黃大仙帳 觀音帳 那些孔之長 就打爛他 就說不要相信這些 要相信上帝 就是文革 然後就被人 踢出來 覺得是師徒做 有一個教 所以你看到這個故事 你知不知道 有哪一個人 有哪一個人 類似發生這種事 孫中山 孫中山信了耶穌之後 又是走到村上 又是放爛一些 觀音廟 就被人趕了 所以他去了夏威夷讀書 要跟著哥哥 因為村上不再容納他 所以孫中山說自己 是熊仁坤第二 在某些程度上 所以說熊仁坤 和太平天國 這件事 深深地影響到我們 中國近代的歷史 孫中山曾經 曾經claim 在某些程度上 因為中國禁止幾千歷史前起義 第一次有人用神 黃金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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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賊叫太平島 他是太平天國 所以其實都可以說是 黃金賊也是用神的 張國 那些是 其實百年教 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是找一些宗教的東西 混一混 你沒有宗教你怎樣叫人 Anyway 他就在廣州市上這個全教 但是廣州市 你的文化水準這麼高 你根本就沒有可能 你根本就沒有可能傳到 所以他就 Go West 向西走 去窮的地方 就是廣西 廣西就算到今天也是很窮 去到一個 可以說大部分的人 在生存的邊緣線以上 那個紫荊山那裡 就跟火炭工 那些客家人 就 開始全拜上帝 整立了這個拜上帝會 就開始 以鳳雲三為主 一開始的時候 的組織 就有些火炭工人 有些很多客家人 很多那些湖南人走來做 他用聖經理論 他用聖經理論 他有研究聖經 你可以說他有研究聖經 你類似是甚麼 就是他們會 跟其他邪教一樣 就是說 你相信我 就風衣觸食 帶你小天堂 小天堂就是南京 你不相信我 就有蛇咬你 裏面有老虎咬你 有甚麼等等 但我想問一下 有雞仙還是有蛋仙 譬如宗教傳道 很多東西先給別人 是的 但是我就是想 風衆群有多厲害 就是你去到廣西 如果沒有東西給別人 別人會相信你 不是 給一個希望都可以 如果他只是給一個希望 就很厲害 他就是給一個希望 因為後面 所以為甚麼要起義 就是給了一個希望之後 你要實行希望 那你就要起義 所以他就給一個希望人 去到那裡就 拜上帝會